照片連拍好幾張 還是拍不過癮 二二八連假天氣好 遊客席家帶券 到士林冠底賞玉京香 黃色 紫色跟粉色盛開美景 讓園區內滿滿人愁 還有不少人拿著專業攝影機 構思如何拍出滿意作品 前景是玉京香 中景是你的噴雪石 然後再加上你的南天白雲 這樣子會顯得更漂亮 士林冠底玉京香花展 除了有荷蘭玉京香外 也與日本富山縣合作 展出當地特有品種 剛好最後一個週末 正逢二二八連假 還有台中遊客特別北上賞花 我們還有要在台北露營 然後想說台北剛好這邊 士林冠底剛好有花季 然後就剛好來看玉京香 連假第二天 北部高溫回升到二十二度 花冬也有二十五度 中南部最溫暖可達三十一度 週六開始改吹東南風 天氣變得更溫暖 除了各地高溫可到二十九度 南部更有機會超過三十度 早晚的氣溫還是比較偏低 所以請大家就是在 這一天還是要稍微的 注意這個溫差的部分 那廉假的一個最後一天 就是三月三號 這一天的話天氣又有一些轉變 主要說到封面通過 跟東北季風增強 但好天氣持續不久 售假當天封面暴斗 東北季風增強 導致中部以北東北不降雨 南部則是局部零星降雨 下週一才會趨緩 不過民眾可以把握 封面來前好天氣 尤其週六天氣最後出遊 踏青正式時候 記者華盛平謝偉 N3O組台北報導 謝謝你